今天鬼叔给大家带来的是美国的惊悚恐怖电影《调味的房子》 影片的刚开始讲述的是一群士兵在女主眼前把女主的妈妈杀死了 而女主也被带到了一个暗无天日的地方 和她一起被抓来的也有其他地方的女孩 这个时候主管出来训话 所有的女孩脸上不过 都显示出惊恐的表情 他们已经意识到了自己会在这里经受怎样的折磨 主管告诉女孩们一定要听话 然后她就杀人立威 一下子把这群女孩弄得胆战心惊的 主管还看上了其中的女主 女主是一个聋哑人 正因为女主这个生理缺陷 主管把她安排到一个特殊的位置 当起的要死 她直接让一个瘦小的士兵进去抓女主 可是女主比较机灵 利用狭小的空间 直接利用砖头把这个士兵也打死了 队长大发雷霆 自己两个手下都被弄死了 所以直接扔了一个烟雾弹 这个时候主管也出来了 士兵本来就是找主管算账的 主管先下手围墙 直接打死了一名士兵 女主趁乱从别的出口跑了出来 可是在逃跑的途中被抓了 主管抓住女主和队长 主管趁机把另一名士兵也杀死了 队长直接对着主管开了一枪 女主也十分憎恨主管 在挣扎中捅了主管一刀 队长直接杀死了主管 队长看到自己的士兵一个一个倒下发誓 一定要把女主抓住 女主这个时候碰到一个女士收留了她 可是没想到这个女人竟然是队长的亲戚 亲戚得知之后要抓女主 女主没有办法只能再次逃离 女主跑到一个工厂 看到里面全是标形大汉 她赶紧向这些人求助 可是这些人看到士兵之后 都害怕的跑走了 女主没有办法只能跑 她钻进一个通风管道 队长也钻了进来 因为队长长得比较壮实 直接卡在了一个管道的转折处 女主这个时候折返回来 直接动手把队长杀了 女主本来以为自己都没事了 她找了一家人 可是没想到里面竟然是当初的那个医生 女主这个时候已经精疲力尽了 直接就被医生抓到了家里 影片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战争所带给女人的苦难是沉重的 带给全人类的灾难也是巨大的 所以还是要和平发展 好的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